那它的影響非常之大 会让你看起来彼此今年你老了10岁以上 形成这个法令纹有没有什么东西可避免 我是不是有什么体质会比较不会有法令纹 很抱歉 法令纹在各位的脸上 只要是人 只要是岁月这把杀猪刀都存在 它会一直一直的加重 大家好 我是随旧美学院长杨诗安 杨医师 今天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英美的小知识 法令纹一般民众非常的困扰 其实法令纹在医学上 并没有一个真的叫法令纹 这样的名词 硬要扯上的话 杰剖学上有个叫做NESO Naviar4这样的名词 我们的NESO Naviar4在医学上的定义 只有在鼻子旁边这个小小的三角形 各位在看影片的时候 把你的手指头把鼻翼旁边压下去 这个凹陷就是我们讲的鼻唇钩 其实真的它的大小它的长度 仅存于大概我们大拇指指甲这样的大小 但是会造成法令纹的困扰其实很长 那它的影响非常之大 会让你看起来比17年年老了10岁以上 形成这个法令纹 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避免 我是不是有什么体质 会比较不会有法令纹 很抱歉 法令纹在各位的脸上 只要是人 只要是岁月这把杀猪刀都存在 它会一直一直的加重 它随着年纪 随着您的使用程度跟状况 会越来越深 这边我就用这个 可爱的卡通小公主 这张美丽的脸孔 画上法令纹 让大家感受一下法令纹对年纪的影响 正常的解剖学法令纹 只在鼻翼的两旁这两个凹陷 所以这两边有凹陷 并不会觉得这张脸会老化多少 但是我们随着年纪 在法令纹往下列的时候 各位就可以看到 这时候从一个美丽的小公主 变成美丽的大妈 法令纹其实在人的大脑判断 这张脸的时候 本来就是一个很鲜朗的特征 法令纹目前在医美方面 分成手术跟微诊 两大指的区块 那手术的区块 其实就是在我们刚刚讲的唇沟 这个人类天生的凹陷的地方 我们会放一些垫片 这个垫片可以是甲堤 可以是 您听过的卡麦拉 人工骨 甚至有些人会放我们的软骨 之前很流行的放液体真皮 就是Mega Dung 那就是把一块别人的皮 放到这边去挡住我们的皱褶 它也会发觉 我们在挡住这个皱褶之后 它改善了鼻唇过没错 也没有人我们鼻翼旁边的法令纹 但是我们刚刚画那个小公主的图 大家还有印象吗 法令纹是往哪边列啊 一路往口向这边狂奔 所以很多你去发觉 它做完手术之后的法令纹 依旧存在 而且它存在的还在一个很不自然的位置 就是下面有法令纹上面没有 它最后还是需要去靠打针 就是靠填充去填补 嘴角这边的法令纹 是用微整的方式 也就是用填充物的方式 那填充物的方式呢 各位去观察法令纹 不是有一个掉下去的苹果肌 跟一个往上壮的肌肉吗 表示说这边皮肤有个天性 会产生一个很大往下集结的力量 所以我们在打在法令纹上面的材料 这个选择就非常的重要了 如果你选的是一个比较没有支撑力 比较没有对抗性的材料的时候 它很容易发生什么状况 今天打在这边很漂亮的法令纹 笑一笑 挤一挤 吃个饭讲的话 跟姐妹她有聊天聊得很开心 这个打进去的材料 往下跑往上跑 被摩西杜宏喊切割成两边了 以前材料没有这么稳固 没有这么耐重的时候 听到有些笑话说 我过年前打的法令纹 怎么过年后变成风唇 掉下去了 所以我们在选择打在法令纹这边的材料 第一个它的材质要比较黏一点 为什么要黏 我要黏着在我们剥开来的皮肤这边 第二个它的材质要能够承受对撞力 这个对撞力什么叫对撞 皮肤两边的对撞 所以这个材质要硬又黏 那目前我自己的选择就是 液体真皮磨成的粉系 也就是所谓的MegaFeel液体真皮粉 这个是我在打在法令纹的首选 这是我目前使用上 顾客满意度最高的一个产品 液体真皮粉 就是这个字啊 各位观众稍微把这个字拆解一下 我相信各位一目了然 液体真皮粉就是别人的皮 我们把它磨成粉打到我们自己的脸上 听到别人的皮大家会很担心 哇 这个别人的皮会不会不干净啊 会不会有什么疾病啊 美国FDA对这个产品是给大家一起的认证 就是安全性是非常高的 那我们再把别人的皮拿来磨成粉系之后 我们做到去DNA跟去细胞这样的一个处理 所以其实液体真皮粉 它在使用上是非常的安全 那别人的皮这个颗粒打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啊 我们身体会对它产生一个就是皮转化这样一个过程 这过程会发生在一到三个月的时间 也就是说为什么可以撑的这么久 因为它最后就是变你自己的皮 变成自己的东西 当然就可以持续的比较久啦 比较没有所谓的流失或是被吸收这样一个问题 那当然你说啊 所以我变我自己的皮它就是永久的咯 我打进去一次哇这辈子就无敌了 我们人类的皮肤啊 胶原蛋白它还是会流失 这个甘纯的看你怎么去使用 但是只要打进去液体真皮 它要好好的留下来 我们又乖乖的去养生的话 这个东西你确实可以达到我们扮演我们的目的 打进去的皮会转化成自己的皮 哇这么好坑的当时 当然不可能百分之一百发生 我们再看国外的paper 打进去的皮颗粒要转化成自己的皮 最好最好的percent 大概也到70%而已 这个还是没有任何因素干扰 你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年轻人 那这个转化的时间甚至要到达三到六个月 所以再打一提真皮本 我都会跟客人沟通 把它当成一个类似疗程的概念 什么是疗程啊 我们可能需要做第二次 even到第三次 这每一次中间的间隔 间隔三到六个月 当然有些人急一点啦 你说我一个月之后皮转化就已经完成了 可不可以再补 其实没有不行 对 医学上我们就是never say never 只是我们喜欢当它转化完了 我们再打下一次 让这个皮完整的存活在我们法令纹这个区间 它就可以达到一个半永久这样的一个概念 其实啊 跟所有注射为整的产品一样 各位在施打前 一定要跟医师甚至是护理师去确认 这个产品的包装上面 有没有一些原厂的防尾标签 这个防尾标签非常的重要 尤其在一体真笔粉这个产品上面 为什么 我们施打的啊 可是别人的皮肤哦 产品上面的身份证序号啊 我们确认完之后再打进去 其实你也会比较安心 因前世界各国啊 对于一体真笔粉的研究越来越多 我们在使用上面 主流上会搭配三个东西来做使用 第一个是人类的PRP 跟我们的玻尿酸 还有自体脂肪 这三个东西里面呢 其中尤其玻尿酸它的表现是最好的 什么表现啊 可以增加一体真笔的存活率 还有增加它的支撑力 那为什么可以增加它的支撑力跟存活率呢 我们知道别人的皮 打到我们自己身体里面 身体要把它转化成自己的皮 这是需要时间的 我们还没有转化好 它就被压扁 被挤烂掉就死掉了 这个存活率会大大下降 尤其在法令尾这边 我们活动是非常频繁的 在这个转化的前面一两个月的时间 我们的玻尿酸帮你挡住这个支撑 这个皮转化成自己的皮 这个的存活力就可以大大提升 所以我们在诊所的使用上面 也是会建议 一体真笔粉是搭配玻尿酸来使用 别人的皮要转化成自己的皮啊 它不是一个魔法 它是一个过程 别人的皮身体要去辨识 它需要一个免疫反应 这个免疫反应呢 如果发生在一个单点 或是单一个的层次 触摸上面就不会这么的强烈 但是偏偏偏偏 我们在打法令的时候啊 法令我们打的时候 会吃好几个层次去铺垫 这个千层蛋糕一起发生免疫反应 压上去就是一个比较肿 比较硬的触感 这个触感会持续多久呢 免疫反应一般来讲 不超过四到六个礼拜啦 也就是说前面的第一个月 打一体真皮肤的客人 在法令我们这边摸到 一定都是会有一些硬快感的 但绝对看不出来 它会非常的自然 那一个月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 别人的皮转化成自己的皮 尤其打在法令这边 你压下去哦 摸上去有点像小熊软糖QQ的 这个触感呢 也请各位摸到的时候 稍微告诉自己 别人的皮终会转化成我自己的皮了 这个皮可以跟着我们好几年的时间 去阻挡我们的老化 所以一般民众 在前面打的一个月摸到阴影的 请不用太担心哦 一体真皮粉 其实是一个非常百大的产品 在法令文上面的表现 会非常非常的好 这边特别推荐给一些 想要做微诊 又担心产品不持久的 这样的一个民众 另外也推荐给一些 去咨询过手术 又担心手术 影响到生活品质的民众 今天一体真皮粉的介绍 我们就到这边 各位民众看完上面的影片之后 有什么疑问 欢迎到我们下方的留言区 帮我们尽量的留言 我们看到问题 还会尽力的帮你们回答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 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欢迎 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请帮我们按喜欢 订阅跟开启小铃铛哦